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的也是人权团体最关注的议题 也曾经受到全国瞩目的苏建和案 当事人之一苏建和先生也来到了现场 我们接下来就透过电视荧幕 一起来听听苏建和要向两位总统候选人提出什么问题 请看VCR 我姓苏 我家住台北县 现在从事的是人权工作 我想请问候选人是 人权法治是国家的根基 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策 人权立国 这个口号已经含很多年了 可是在我们台湾实质的进步却非常的少 所以请总统候选人们可以表示的意见 让全民可以提供参考 谢谢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谢长廷先生先回答 谢谢 我从政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权奋斗史了 我也被起诉被判刑被跟监被打压 不过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 当时我也是台湾人权出经会的第一届的创始人跟董事 我们人权其实有进步 我们要承认 我们现在在亚洲单列亚洲第一 在全世界195个国家的评比中我们是33 中国是181 所以我们是有进步 但是像苏先生这样子受害 我们都可以相当的遗憾 也相当的在早期的这种状况 那么我认为未来要做的是专业鉴定要纳入法制 各种劳工的鉴定 工程的鉴定 采购华的鉴定 像这个血迹的鉴定 外国的专家鉴定要纳入这个法制化 第二个我认为要增加法官检察官的人权素养 日本的法学家田中根太郎说一句话 读法力的人不要只躲在法力的角落在审判东西 要走出这个世界 接触宗教 接触哲学 接触艺术 有词别心 有一个整体的观照 再来就是书记观 我认为我太太也错过书记观 书记观的加强 书记观的这个专业人数的加强 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好谢谢谢谢长廷先生 继续我们请马英九先生来回答 建和兄 在这个场上看到你 心里面也很感慨 您的死刑案是在我当法务部长的时候 拒绝执行 十多年来 你在死刑跟无罪之间徘徊 让我非常的感慨 那么这也代表的 我们今天台湾 虽然说人权有进步 但是我们的司法人权 还有太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我就是因为你的案子 我到台北市之后呢 把警察局八十多个分局或派出所呢 装上了现代化的征讯室 一定要杜绝行求 在这个征讯室 它是以独秒式的装置 来装上录影机 不只是录音而已 这样子的话呢 任何的征讯过程都一览无遗 到现在为止效果非常的良好 将来如果我当选总统 我会推广到全国 绝对不容许任何 刑求案件再发生 同样的我在台北市 竞选第二届 市党的时候 第二任的时候呢 提出了人权白皮书 我这一次也提出了一个 新世纪台湾人权宣言 所以未来我会把人权当做一个主轴来处理 而我处理的方式呢 就是把世界三大人权宣章 包括世界人权宣言 跟1966年两个公约 有关各种项目的公约呢 把它逐步的归纳到我们的国内法来 这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但是对于提升台湾的人权地位 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向你承诺的 好谢谢苏建和先生 今天也来到现场 我们请苏建和先生 来继续提出您的问题 谢谢 那我再想请教两个司法人权问题 第一 法院现在大量的机案 让造成诉讼的人耗时 然后也累坏许多法官 非常的不能道 第二 检察官的权力是否过大 一些连续判无罪的案件 一再地遭到检察官的再上诉 然后笔录记载不实 不用受惩罚 证据不足乱起诉 然后针对以上两点 请教两位总统候选人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策 可以让台湾的司法更符合人权 而更有效率更公正 谢谢 好我们请谢长廷先生先回答 我们的落实 这检察官跟司法警察的素质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像你的案件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有一个叫八王子案件 上诉十多次 最后这个检察官 自主动撤回上诉 那时候我觉得他讲的一个理论很好 他说检察官要负举证责任 但是已经十多年没有办法 说服最高法院的法官 表示你举证失败 那举证失败 为什么要折磨这个人民 所以这个检察官想通 他撤回 那时候我觉得全日本都肯定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 侦查的阶段很草率 有的是舆论审判 举试滔滔 就细计划 就说这个是被告 后来变成要找出真凶 一案两破 就常常闹这个笑话 另外划官罚也是一个重点 划官罚其实这个在立法院 都是国民党党 他没有通过 应该有退偿机制 应该有一些考试机制 好谢谢 继续我们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建和兄你刚刚追问的问题 我听你后更感慨 因为你当中许多的说法 我都是感同身受 我觉得今天我们一定要建立 法官跟检察官的评鉴制度 而且让一般的民众来参与 让人民法律的感情 能够得到适当的反应 同时我们对于法官的机案这么多 现在一定要从制度上谋求改革 让他有比较充裕的时间 好好的来写他的判决书 同时我们觉得法律辅助制度应该更加推广 让所有人都能够请到律师 你刚才提到检察官笔录制作不实的问题 将来应该在庭上设专业的记录员 就像外国的法庭一样 其实这些近年来司法的改革真的很多 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不做好的话 人权的保障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 所以我们希望我当选之后 一定会在这方面更加着力 毕竟我这段时间的遭遇 让我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好 好